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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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欢迎回到中批543 谈天所以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谈天所以第17个单元 河图落树的星空布局 那我们要分享第4段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根据成团的河图落树的一个说法 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布局的图 那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它在每一边 东南西北 在每一边 它都是黑色的代表阴 那白色的代表阳 所以它每一个地方都是阴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字不大一样 它的数字不大一样 那河图它总有十个 用十个黑白圆点来表示阴阳 同时它也是表示五行 表示四象 然后表示它的图形是个四方形 所以河图它的数目是55 它的原理就在这里 我们看北方 北方就是根据过去的中国人的地图观念 北方在北方的 它是一个白点在内 六个黑点在外 也就是在最下方最下面 因为我们 现在我们的图是北方是在上面 南方是在南边 但是过去的 汉人的地理观是相反 它坐北朝南 所以它的面向它其实是南方 所以它北方就是在图面的下方 在图面的下方 它有一个白点在内 一个白点在内 那六个黑点在外 那这个表示玄武的星象 玄武星象 那玄武星象五行属水 那第二个东方 东方在哪里 东方在图面的左侧 图面的左侧 那有三个白点在内 有八个黑点在外 八个黑点在外 所以表示青龙星象 所以我们常常讲左青龙 五行属木 那在南方 在图面的上方 在图面上方里面 可以看到两个黑点在内 然后有七个白点在外 表示猪雀形象 所以它的五行的象征是属于火 而在西方 就在图面的右侧 在图面右侧 在图面右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黑点在内 然后有九个白点在外 这个表示白虎形象 五行属于金 那中间呢 它有五个白点在内 十个黑点在外 表示呢 十空的起点 五行是属土 所以在这里头 在这个河土里面 它就把金木水火土 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在每一个星象里面 在这个玄武星象 或者是青龙 猪雀 白虎 每一个星象里面 它有七颗星星 它都有七个星秀 所以我们讲二十八星秀 就是在左青龙又白虎 然后前猪雀 后玄武 那在这样一个四个大的星团里面 每一个星团都有七个星秀 所以总共二十八星秀 二十八星秀 那这个四个星象 所以我们目前 我们常常讲说 古人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方位 就是根据这个河土 根据这个河土 这个河土里面也可以看到 前猪雀 后玄武 左青龙 右白虎 这样一个布局 那这个布局可以说是 我们现在的风水学 星象学 或者算命学的一个起点 所以这个图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五行的这种论说 就是跟这个图有关 布局也是跟这个图有关 这个图的布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在河南西水坡 编号第四十五的木屑 也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也是这样的布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得不佩服古人 他的智慧 非常 智慧真的是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但这是五千多年的历史 那这个木屑 叫做中华第一农 中华第一木屑 因为他的木屑 距离现在有六千多年 六千多年时间 所以呢 这是我们在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四段 要跟大家分享的四段 我们关于河图的星光布局 河图的星光布局 我们全部跟大家分享完毕 那在第一段里面 我们跟大家讲 庄子的奇物论 他提出这个宇宙六方六合的概念 那邵庸的河洛真数 他特别大胆的推测 大胆推测 这个河图洛数 可能是古代的星象图 然后在1987年 在河南浦阳 西水坡的古墓 证实它是一个星空布局 证实它是一个 证实它的确是 可能古代的星土 那最后一段 就河图的星空布局 它代表现代的我们 风水的概念 走青龙用白骨 前朱雀后玄武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你帮我们分享 帮我们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